今天下午,本府的阐发处也将发函给台电公司 依据行政程序法相关的规定 我们将废纸之前基隆市政府原则同意2.0方案的公文 针对台电的新方案,也就是3.0要求被其申请资料重提申请 再跟大家报告一次 我们在109年在台电的协和电厂俗称的2.0方案 有一个原则同意这样子的公文 本府今审查了各项实际的情况 决定废止109年当年台电所申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核准 并要求台电针对新的3.0的方案准备资料重新申请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行政处分撤销的一个依据的理由 跟文字的说明 可以看到台电公司于111年所提的协和电厂改建方案 本府曾在109年9月24号的一个公文 同意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否则将对基隆市的环境保育 市民安全港物营运等重大公益将产生危害 又东移方案 仍属本府所管辖 水产动植物繁育繁殖保育区 也就是一级海岸保护区 所以仍请台电应以新的东移方案 相关的设施以及新的填海造陆范围 被其申请资料后 依规定 宋本府申办保育区相关审查事项 谢国良指出 检视台电提出的世界方案 台电提出的3.0填海造地范围 与109年市府受理2.0版本 已经完全不同 依行政程序法相关规定 废止之前市政府原则同意2.0方案公文 要求台电针对新方案 被其申请资料之后 重新提出申请 记者黄少鸣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